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加拿大对电动汽车电池的大赌注是什么驱动的 驾驶员因被发现狗狗坐在车轮后被罚款 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恩谈论我们拯救人类文明的最后机会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经卖出达到9年来的最高水平 Lordtown Motors将出售资产给前首席执行官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加拿大对电动汽车电池的大赌注是什么驱动的 加拿大CBC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魁北克省政府将共同出资27亿加元 22亿美元为瑞典电池巨头Northvolt建造一座新的制造工厂 该项目预计将创造多达3000个就业岗位 目标是到2026年底实现每年60GWH的电池单体制造能力 驾驶员因被发现狗狗坐在车轮后被罚款 BBC 斯洛伐克的一名车主因为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张狗狗开车的照片而被警方罚款 车主声称狗狗跳到了他们的腿上 但警方的录像显示车内没有突然的动作 目前尚不清楚罚款是因为超速还是未能将宠物安全固定在行驶中的车辆上 警方已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要求他们在驾驶时安全地固定宠物 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恩谈论我们拯救人类文明的最后机会 未报 著名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恩认为 尽管世界正处于气候危机的脆弱时刻 但仍有时间采取行动 在他的新书《我们脆弱的时刻》中 曼恩研究了40亿年的气候历史 以了解我们当前的困境和可能的未来 他认为 虽然地球的气候有自然机制使其稳定下来的例子 但也有失控的例子 曼恩认为 避免灾难的关键是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 曼恩强调了气候末日论的兴起 即认为在气候危机上采取行动已经太迟了 他认为 这种观点是误导性的 仍然有机会防止灾难性后果 但需要重大的政治意愿 曼恩还对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8表示担忧 该峰会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主办 阿联酋计划大规模扩张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这与峰会的目标不相符 曼恩认为 允许阿联酋主办这一活动将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 并削弱了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最终曼恩认为 解决气候危机的障碍主要是政治上的 而不是技术或物理上的 他呼吁加大政治行动 并强调投票支持将优先考虑气候行动的政治家的重要性 尽管形势紧迫 但曼恩认为 如果世界采取果断行动减少碳排放 并限制全球变暖 仍然有希望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竞卖出达到九年来的最高水平 日经亚洲 在2016年第三季度 外国投资者通过护港通和深港通 卖出了801亿元人民币 109.7亿美元的股票 比购买的股票多出这个数额 投资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前景 以及该国的房地产问题表示担忧 Lordstown Motors将出售资产给前首席执行官 华尔街日报 Last Capital已同意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Lordstown Motors的资产 待法院批准 这笔交易将使创始人史蒂夫 伯恩斯掌控这家初创公司的资产 在2021年 一项调查发现 Lordstown Motors在其Endurance皮卡预定披露中存在不准确之处后 伯恩斯离开了该公司 Lordstown Motors在遇到资金问题 并未能从富士康获得资金后 于6月申请破产 被购买的资产包括电池和电机制造设备 知识产权以及任何已完成的Endurance车辆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蔓延 又有7000名工人加入了抗议队伍 多伦多星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nited Auto Workers 扩大了对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罢工 并下令7000名工人在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停工 已对这些公司施加更大压力 要求他们改善待遇 工会主席肖恩 费恩 Sean Fain 在一段视频中告诉工人 罢工升级是因为福特和通用汽车在合同谈判中拒绝取得实质性进展 吉普制造商斯泰兰蒂斯 Stellantis 在第三轮罢工中幸免于难 福特和通用汽车也以言辞激烈回计了工会 福特指责汽车工人联合会主要是因为在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工会代表问题上拖延了协议 其中大部分是与韩国制造商合资的 通用汽车的制造主管表示 工会发起更多罢工只是为了制造头条新闻 而不是取得实质性进展 Northvolt AB的最新项目可能为魁北克经济带来高达300亿美元的收入 加拿大环球邮报 魁北克继续吸引从事电动汽车EV电池制造的企业 该省旨在将自己建立为该领域的全球中心 瑞典电池制造商Northvolt本周宣布将在蒙特利尔建造一座工厂 得到了加拿大和魁北克政府的财政支持 自2019年以来 魁北克已经获得了150亿美元的投资 预计总额将达到300亿美元 该省廉价 绿色的水利发电和与必要原材料的接近 是吸引包括通用汽车和福特在内的公司的关键因素 华尔街周报 美国股市的强势受到飙升的债券收益率的考验 路透社 不断上涨的债券收益率引发了对美国股市的担忧 投资者担心大型科技和成长公司的股票可能面临风险 苹果 微软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亚马逊 英伟达 特斯拉 和Meta Platforms 今年引领市场上涨 占据了标普500指数 2023年总回报的80%以上 然而 投资者担心股价上涨导致估值过高 如果债券收益继续对股票施加压力 这些股票可能面临风险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吧 首先 加拿大对电动汽车电池的大赌注 是什么驱动的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魁北克省政府 将共同出资27亿加元 22亿美元 为瑞典电池巨头North Bolt 建造一座新的制造工厂 这个大胆的举措 旨在创造就业机会 并提高电池生产能力 这将有助于加拿大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发展 同时也是对未来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投资 接下来是一则轻松的新闻 一位车主因为在Facebook上贴了一张狗狗开车的照片而被罚款 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不仅警方对此进行了调查 甚至还有相关的警告 我想这起事件也提醒了我们 在驾驶时要注意车辆的安全 包括固定好宠物的位置 我们也关注到著名气候科学家迈克尔 曼恩对我们拯救人类文明的最后机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他的新书《我们脆弱的时刻》研究了气候的历史和未来 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曼恩认为 我们仍有机会避免灾难性的结果 但需要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和全球合作 他呼吁大家关注气候行动的政治家 并重申了投票的重要性 此外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竞卖出达到九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然而 我们也看到了对魁北克经济的积极投资 特别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这些投资将为魁北克带来大量的收入 并有望成为全球电池制造的中心 最后 我们看到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蔓延 并有更多的工人加入抗议行列 这一系列罢工是为了要求汽车制造商改善待遇 并对合同谈判的进展表达不满 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并对汽车行业产生了影响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从加拿大对电动汽车的投资到一位罚款的车主 再到气候科学家的观点和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担忧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关注时事 重视环境问题并关心工人权益 希望大家也可以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